歡迎收看《屈機觀察》 眾觀環宇 洞察先機 我是駿俊宇大宇 過去一個月 全球似乎只是進入一個多時之東 在美國 拜登總統就匆忙地簽署了一項法案 禁止鐵路工人舉行罷工 在韓國 今年第二次運輸行業大罷工 也持續了兩個星期 依然看不到有停止的跡象 另外 南非就爆發了12年來首次公職人員罷工 40個國家的亞馬遜員工 在物流業最繁忙的黑色星期五 集體抗議 有人就將這個寒冷冬天 視為是20世紀70年代末 不滿之冬的再現 當能源和食品價格不斷上漲 大家的錢包被通脹了蠶食 有關國家政府 有無力回應民眾訴求的時候 多國同時爆發的罷工潮 本質就是對當前經濟衰退表現的 急性症狀 當然當講到罷工的時候 又怎麼少得英國 英國的罷工都沒有停止過 勞資糾紛不可調和 英國有多個行業 近日都有罷工的計劃 一場浩浩蕩蕩的跨行業大罷工 將會蔓延到新年 英國的醫療 教育 交通 郵政等等 多個重要的民生領域 都受到牽連 在聖誕節前夕 英國民眾就面臨著 體病難 出行難 以及網購難 等等的問題 英國首相新衛城 上個禮拜更加誓言 要引入新的嚴格法律 限制罷工行動 英國政府就尚未公佈 有關計劃的任何細節 但英國聯合工會秘書長 格雷厄姆警告就說 他們不會被政府的反工會攻擊 所嚇到 並且已經在行業和財政上做好 挑戰新措施的準備 新衛城於是接連召開了緊急的會議 以應對理智各大工會的挑戰 而自從13日起 為期一個月的各行業大罷工 就開始了 接下來的四個星期 主要行業的罷工 將會在聖誕節期間進行 迫使英國人進入自我封鎖的狀態 法國世界報網站 在12月12日 就刊登題為 英國年底爆發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 指出 英國已經40年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社會運動 今集大禹跟大家講講英國 不滿之東 重臨 在節目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WKTV 留言 讚好 分享給朋友知道 每年到了12月 英國人就會開始籌備他們的聖誕 迎接新年的到來 然而今年的12月 有不少英國人 將會生活在一個混亂當中 席捲英國的罷工潮 今個禮拜將會達到高峰 有可能令整個英國陷入停頓的狀態 英國鐵路海事和運輸工會 的4萬多名成員 開始在鐵路和14家火車公司 分別舉行兩次48小時的罷工 罷工當日 英國鐵路系統 僅僅有五分之一的火車 將會運行 這樣 將無疑為英國人在聖誕出行 和探訪親友 以及境內境外旅遊 帶來極大的不便 亦將會為執政保守黨政府 帶來進一步的衝擊 為了令到上班族 免受一個月的鐵路罷工影響 政府和工會 進行了最後的談判 但雙方 並未談得 RMT工會決定拒絕新的工資協議 加上英國各地遭受到大雪的寒潮 整個國家 可能會在節日期間陷入停頓 交通大臣哈帕表示 鐵路罷工 將會迫使家庭 到過一個虛擬的聖誕節 我認為這樣 是很糟糕的 因為我們給工會 已經提供了非常合理的薪酬 但RMT工會秘書長林奇就說 他無意破壞大家的聖誕節 反指是政府破壞了大家的聖誕節 因為他們通過阻止公司提出合適的建議 而引發這次的罷工 鐵路部門並不是英國目前唯一面臨罷工的行業 在13日英國第六大工會 公共和商業服務PCS工會的成員 將會開始為期一個月的罷工 這個工會大多數的成員 都是英國政府部門 以及其他公共機構工作 不同的部門員工選擇罷工的時間 都不一樣 由14日開始 10萬名英國NHS的護士 將會開始罷工 另外9萬名救護人員 都將會在12月21日罷工 同時倫敦公共系統的 有證人員 公務員 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 都將會舉行罷工 倫敦希斯羅機場的外包公司 360名行李員 從12月16日起 也會罷工72小時 12月16日到1月7日期間 高速公路系統的工作人員 將會舉行大規模的罷工 罷工時間總共是12日 10月23日開始 英國倫敦Gatewick格惟機場 希斯羅機場 曼徹斯特機場 白明漢機場 和卡迪夫機場的邊防工作人員 如果是負責出入境事務的工作人員 都會開始進入為期8日罷工 另外 英國教職員工 環境部門工作人員等等 亦都計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 採取罷工行動 除此之外 由於當地的氣溫持續下降 目前已經來到零下10度的低溫 除了鐵路積雪之外 大馬路上 亦都有因為降雪出現的各種交通意外 而機場方面 亦都因為積雪 和低溫結冰的關係 部分起飛的航班 被迫取消 亦都因為低溫寒流的關係 不少學校同時宣佈提早放學 讓學童盡快回家 但亦都因為各種交通方式出現問題 家長除了要被迫要請假接小朋友之外 同時亦都因為交通濟失的關係 令到歸家之路變得困難重重 媒體更加以數百萬英國人 為回家而戰作標題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今年6月到10月期間 英國總共損失了超過110萬個工作日 今年10月 英國因為罷工損失了41萬個工作日 達到自2011年11月以來 最高的水平 據估計 英國在12月將會損失超過100萬個工作日 有報導說 雖然一些私營企業的勞資糾紛問題 已經得到緩解 但針對公共設施相關領域的罷工 英國政府仍然拒絕 在調整薪酬的問題上讓步 而是希望收緊法例 令到罷工行動更加難開展 英國政府表示 員工所要求的加薪 是政府難以承擔的 若果提高工資 以適應通貨膨脹 只會導致問題進一步惡化 英國財政大臣亨特就說 任何有可能 將更加高的物價 陷入我們的經濟體的行動 只會延長每一個人的痛苦 並且阻礙長期的經濟增長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首相新衛城已經成立了一個專門的部門 並任命英國內閣辦公室大臣 杜登負責應對這次大規模的罷工行動 杜登緊急召開了眼鏡蛇緊急會議 交通 衛生 內政和國防大臣都出席了這個會議 並一起商討 如何應對多個行業的罷工 據了解 政府的緊急會議 正研究派出軍隊 來暫時代替罷工的醫護人員 以及機場邊檢人員的工作 英國內閣也證實 正在部署和訓練軍人 來替代罷工工人駕駛救護車 此外 政府還計劃 招募數千名的志願者 來支援公共衛生服務 政府希望透過這個會議 商議出罷工時期的應急計劃 避免英國出現大範圍的混亂情況 彭博社說 英國政府在和工會談判當中 處於下風 對罷工活動的管控相對較弱 近期的民調也顯示 由於罷工的活動 直接影響了聖誕節 英國公眾大多 持反對的態度 以鐵路罷工為例 37%的受訪者 將罷工的責任 歸咎於工會組織 高達40%的受訪者 將矛頭指向政府 惠布就說 在公眾來看 這個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 是政府無能的體現 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世界各國 會在同一時間 掀起了罷工潮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 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就是 能源和食品成本 處於幾十年來 最高的水平 其次就是 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 正在侵蝕著大家的收入 世界銀行一項的研究顯示 2020年以來 新冠疫情 令到7000萬人 陷入了極端的貧困 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是自1990年開始 進行全球貧困監察以來 新增貧困人數數量最多的一年 如果在今後幾年之間 經濟增長不能恢復到歷史最高的水平 這樣就不太可能實現 2030年 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 而發達國家的民眾 也正在承受著 生活成本上升的困苦 世界經濟論壇 2022年 就發佈了一項的報告顯示 全球各國的物價 都變得越來越高 包括食品 日用品 汽油 和房租等等 四分之一的居民 難以維持生計 而越來越多的罷工 就是因為通脹 令家庭的電費 暖氣 和量式價格暴增 有些家庭的小朋友 只能靠學校的營養午餐過活 英國小學家庭支援工作者指出 連我們公餐的阿姨最近都注意到 有些小朋友 會要求給多些食物 英國Vervus Maplecraft風險諮詢公司 就認為 席卷全球的罷工潮 是民眾對生活成本危機的反應 即使是在西歐和美國 等等的發達國家 大家都面臨著 雙位數的通貨膨脹 這樣是過去幾十年 從未發生過的事 罷工 只是經濟衰退 所表現出的症狀之一 同時 這個冬天最值得關注的 是能源成本 和安全問題 它對所有的行業 所有的國家 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但要解決能源問題 緩解通脹壓力 目前仍未有好的辦法 風險諮詢公司就認為 在可預見的未來 通貨膨脹 還未見頂 世界經濟 將會繼續惡化下去 而值得一提的是 英國 是挑起俄烏戰爭的 罪魁禍首之一 同時也是僅次於 美國支持 烏克蘭最積極的國家 現在 烏克蘭戰爭 持續了九個多月 都仍未結束 對俄羅斯制裁 亦逐步加碼 顯然 倫敦的當權者 現在如願已嘗 但問題就在於 被西方打壓的俄羅斯 還未臨當 反而 英國自己 就糯糯亂了 英國政府 在協助美國 挑起 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發夢都想不到有今天 能源危機持續爆發 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電力 食品 和其他商品的價格 都不斷飆升 倫敦當局出台的 所謂的經濟政策 非但無助於解決問題 反而 導致多重危機 越演越烈 如此同時 倫敦當局也都沒有 將主要的精力 和資源 用於解決國內民生的問題 反而 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 來購買直升機 和賣高精度的導彈 用來送給烏克蘭 令到這一場 足以摧毀英國經濟的戰爭 無限地持續下去 而英國當前動盪的局面 亦被形容為 1978年 不滿的冬天 Winter of Discontent 的重現 據衛報報導 當時工黨上台的時候 英國也面臨著能源危機 和通貨膨脹 英國當時 就削減了公共的支出 限制工資的帳幅 以及福利的政策 70年代 英國政府堅持 凱因斯主義的政策 實施寬鬆的 財政貨幣政策刺激需求 受到刺激的政策影響 英國通貨膨脹就嚴重 企業就大面積地虧損 公共的債務也不斷攀升 之後 英國經濟就陷入了 長達10年那麼久的滯脹期 被一些經濟學家氣稱為英國病 British disease 期間1978年末 去到1979年初 那個冬天就令到英國人很難忘 來自公共服務領域的工人 因為薪資問題就持續罷工 導致醫療 運輸 回收等等的領域停擺 貨車司機罷工 也都令到供戀用的煤油難以送達 而是英國首相卡拉罕 因為工黨內鬥 沒有辦法給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對於這一系列的社會亂象 就被稱為 不滿的冬天 Winter of Discontent 為什麼叫做不滿的冬天 原來這個名稱 是出自於沙士比亞的劇作 《李策三世》的劇本 開頭的一個舉白 原句就是 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on of York 而在1979年2月8日 首相卡拉罕就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 首次引用到 不滿的冬天 你都形容1978年底 去到1979年初 發生的連串工業行動 第二日亦都獲得 每日電訊報的報導 1979年4月30日 太陽報又再以 不滿的冬天作為 頭條的標題 令到這個名字深入民心 當年的政策就將英國的通脹 由20%降低 去到1978年的10%左右 但工人就變得越來越貧困 因為從1975年 去到1980年間 工人實際的工資 是下降了13% 當1978年 時任首相卡拉罕提出的 未來一年 工資漲幅 將會限制5%以下的時候 工會就忍不住了 從當年的11月去到第2年的2月 那個寒冬 就有460萬人 參加了大罷工 最終導致到時任首相 卡拉罕下台 而現在的新委城 和當年的卡拉罕政府 面臨的處境 就有明顯相似的地方 惠報認為 危機當前 選民希望政府 能夠控制局面 而不是袖手旁觀 而英國工業聯合會 總幹事 Tony Denker 就說 數學上來說 是很簡單的 GDP的增長 是由兩個因素簡單的乘數 人和生產力 但坦白來說 我們現在沒有需要的人 亦都沒有生產力 如果英國低增長 高通脹的停滯性通脹 會令到經濟陷入失落的10年 現階段的經濟低谷 很可能會持續1到2年 最後大於香港 機會來了飛雲 當BNO在仇在英國找不到工作 這段時期的罷工潮 正正就是大家表現香港 黑虎內勞的精神的時候 這次罷工潮 涵蓋了多個行業 即是說 很多個行業都缺人 但是有一個先決條件 就是要先忘記自己在2019年黑暴當中 對罷工的追求 否決全港罷工 不是 是否決英國 Amber 鄉罷工說不 跟當年大於反對香港罷工叫的口號 很相似 這裡是屈機觀察 我是吳俊而大於 我們下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機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千金 靈 另外 也 pinned 別 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